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上回书说道 一切安排就绪 天色讲完 善于想的 我趁着银业之间没人注意 我查看一下燕门关的定时 就这样换上便衣 威服 戴着披风 挂着宝剑 挂着枪 骑马出来了 干随的谁啊 没带蔡向南 蔡向南的嗓门大 嗷嗷的直喊 一旦就是发现怎么办呢 带着崔文静 带着侯德芝 人这两个人呢 是未婚小夫妻 我领出来 一男一女 保护我也方便 他们行走也方便 又带了二十名当兵的 从后营出来 往前转 首营的将官就说了 元帅 您自己出去行吗 不要紧 我说带人 我们多去点 不不不 一旦被敌军发现 恐怕我就回不来了 我悄悄去 去就回来 你看这么多大山 敌人再埋伏伏兵 也不会哪座山都有人 燕门关这座山 那都一眼望不到头啊 山连山 岭连岭的 就这么他们就出来了 今天呢 嘿 是十六 不那么句话吗 月亮啊 十五个元 十六元呢 明月如水呀 照得大地是一片白光啊 坐坐山峰 看得清清楚楚 噓 晚风吹来 山连岭打了个寒战 来到了山下 一看 远处是敌人连营 他们离连营挺远 看不太准 他就想登山坡 山连岭 卑躬带剑 带着宝剑 甩灯下马 江生交给君族 你们在这看着啊 我准的呀 到上边看看 元帅 危险 不要紧 没事 就不离连岭去看着了吗 我上顶 你们都更不看着了 张明有事 我就下来了 哎 好 崔文静 侯德志俩子后边跟着 可这两个人 既然已经挑明了 将来成夫妻必然万官凑 林玉在前面走 俩渐渐距离越来越近 七里喳喳 七里喳喳 林玉心里也烦 为什么呢 见景生情 你看 甭管文静我这妹妹找什么样人 哎 有人照看 想我呢 小时候 孩童时候 跟孟生俩一块长大 咱们一块啊 传枪递检 一块看书 她免药 我抓药方 我们一块去打柴去 我帮助她去弯菜去 哎 现在剩我自己了 哎 别想这么多 叫她们远一点 别在我这嘀咕嘀咕 我不外看 文静啊 哎 你们在这儿等我 我自己上去 好不好 不 不行 不行 那出点危险 哎 我是武将怕什么呢 身为元帅者 必须要亲自查看地势 等打仗的时候 才知道哪射服病 这我们都懂 嗯 我跟你去 别别别 你们在这儿说话 我去 就这样 她继续望上爬了两个山丘 突然 耳边有人说话 声音很小 银夜之间 在耳朵已经打个炸了一样 这声音是女人说话 焦滴滴那么甜呢 孟生 你快走啊 我在这儿呢 孟生 啊 谁喊门声 这声音怎么像我喊的 我 我没喊呢 这谁啊 淋浴顺声音又爬上个高坡 往前面一看 哟 瞧见 在月光下 站着两个人 大飙落地看得清清楚楚 左边站着个男人 这男人呢 穿白带素 戴着白披风 泪下旋径 旁边呢 是个女的 怎么她是女的呢 个小 小巧玲珑 披着红披风 脸儿在这赏月 喊话的是那个女的 孟生哥 你过来 脸儿望前一凑 肩并肩 绑并绑 抬头望月 淋浴这心的 跳开 孟生 孟生 是我那小师哥 还是崇明 我这是啊 刚才啊 看人文静和猴德志 脸儿见面 我想多了 不会的 一定崇明 孟生怎么能到这呢 能到边关要塞呢 他还在 中州大地啊 哟 这俩谁啊 有这个闲心 在这赏月 胆子太大了 我瞧瞧 他掩在一块大石后边 手幅山石 往那瞧 你看这两个人呢 啊 声音由小便大 哎 孟生哥 你怎么不说话呢 哎 你看月亮里 人都说有个小兔 有吗 啊 那是胡说 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你说胡说 你不知道你说 我也没去过 我哪知道啊 孟生哥 你怎么老不高兴啊 你看 今天月色交捷 繁星点点多美啊 不 这就不美 还是我家乡美啊 我家乡在嵩山 哎呀 绿树匆匆 还有不少的庙宇 那里的人呐 可好了 你是没去过 去 还是我们边关要塞好 你看 风吹草地 到处牛羊 多美啊 你看那牛奶多鲜呐 羊奶好吗 你再瞧 我们人也好啊 哪像你们 老撅着个嘴 哎 好好好好 哎 好 好 你不是从心里说 孟生哥 嗯 你不能走了 你跟我去好吗 不行 我不去 哎 你怎么老不高兴 我没什么不高兴的 哎 我高兴 只是我心里有事 你有啥事啊 哎 你不懂 你太小你不明白 哎 孟生哥 要我说呀 这回你就别走了 你看 咱们呢 到那儿去 善灵域听得清楚 看得清楚 他一看那个男的正是梦生 别看善灵域是元帅 文武双全 指挥千军万忙 当看见自己心上人 跟其他女子站在一起 这个嫉妒心呢 嗚 就上来了 由爱生恨 孟生 孟生啊 你从小我就没少周近 你的启蒙老师是我的舅舅 我们一块练武 长大之后明白事了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我没嫌你家穷 跟你已经挑明了 叫你派没人提亲 可是你连信都没回呀 啊 你跑这儿来 又和另个女子相亲相近 天哪 看来这人哪 都不可信 你既然心里没我 你要你的命 这姑娘想到这儿 取公 抽出一支箭 又想 不对 我要把她射死了 边儿这个女弟怎么办呢 说现在她跟这女的好 我心里在滴血 我要把孟生整死 这个女弟 她不得疯吗 脸儿往着一站 真是太般配了 是啊 脸儿往山包一站 拿今天话说 帅哥亮姐 我也别多心 你说我跟徐梦林 经常挨尖蹭背 一块走 要叫孟生看见 怎么办 我身旁全是男将 孟生 也得是酸溜溜的不好受 我是误会了 别讲 怎么办 我喊她一嗓子 她知道是我 她过来 我跟她说个三言无语的 要是我们俩事能成的 更好 不能行 我要了却心愿就撂下了 婚姻的事啊 能成则成不能成就算了 不要因此生恨 缘分已满 缘分已满 各自西东 不弄句话吗 夫妻本事 童林鸟 大难当头 还各西东呢 况且我们没成亲 人家没骗我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心胸狭窄呢 我是知书董礼的人 老卫师曾经跟我说过 你 不要儿女情长 英雄气端 我不顾什么英雄 我是个女孩家 但是女的怎么的 男的怎么的 不就这么点事吗 算什么 我也不说我不嫁 我也不说非嫁 梦生不可 我就问问她 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咱们各干各力 想着这儿 灵狱文伟心神 功背好了 此时这一男一女 把身子撞过去了 这个女孩啊 哎呦 像小家巧一样 那么天真活泼呀 梦生哥 你看 哎哎 你看 那来人了 那是谁 就这么功夫 灵狱喊了一声 梦生 他觉得 喊的声音挺大 实际 声音不大 为什么 旁边站别的女的 他在喊这个男的 本身这心里头 就觉得胆得吐吐的 所以声音特别小 小爱说 身为武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梦生也该听着 哎 不到为什么还就没听着 你听到原因呢 旁边一个 梦生哥 啊 山头人呢 回头看着他 山林云看 哎 他看着我了 啊 呦 把身子撞过去了 他一掺旁边女的 哎 小心 别摔了 哎 林云想哎 咱们瞅我一眼 转过去了 我再喊一嗓子 梦生 你说多村 那边喊 哎 谁啊 梦生 给砸里头了 啊 啊 是我 完了 林云看 这是梦生 不认识我了 是不是 真是梦生 那位说了 梦生怎么到燕门关了 旁边女子是谁啊 此时山林云 不知女的事 要知道这女的 她的身份啊 山林云一见非 把她射死不可 梦生怎么到来的 前文叔说过 一年多前 梦生啊 在祖师庙 学医 祖师庙呢 在鲁山 她老恩师 别好人称 金迪神尼 叫绝情 俗家名金绝凤 她的法号叫绝情 你就能想到 她在俗家 因爱受打击 这才斩断情根 归一三宝 这二人呢 都有她古怪之处 她把梦生领到这儿 为了教梦生 收送个好徒弟 还把梦生妈也带来了 也养活着 结果五年之后呢 梦生啊 响灵狱 登山打猎 就碰见了善灵狱 善灵狱在野狼沟 被野狼围住 梦生 射死被杀散群狼 这一男一女相见 哎呀 说不完的知心话 是恋恋不舍 最后 说好了 半个月 最多一个月 我派没人到你家去 我将我娘 请回家里去把小屋收拾收拾 早点把你接过来 咱两家变一家 说挺好 回去办不到 回去之后 她就找她老师 老人师啊 我要走 为什么走 哎 我觉得我学的不得理了 绝情不乐意了 你还早呢 再等五年吧 啊 还五年 梦生心的话 等我白头发再回去 人家灵狱能等我吗 不行 我得走 为什么 她就把灵狱事说了 绝情一听 这个气呀 我对你这么好 为了收你这么宝贝徒弟 还养着你妈 你就为一个女子 叫什么小玉 就非走不可 梦生请教 嗯 我一定能回去 不能对她实心 你对为师呢 当初我怎么讲的 我跟你说的明白 不许你乱走 我不叫你出途 你不许出途 老人家 不行 我要走 我就是要走 好吧 我不留你了 既然这样 哎呦 绝情这个伤心呢 最后把她气的 就说出 不该讲的话 就是隐私事 她冒出来了 孟生 你是为什么我收你为徒 不知道 我可怜你们 母子 你娘 白玉珠是怎么有的你 这 孟生一下 那怎么有的 怎么有的 这 这关我有什么用 这 你爹是谁 我爹早死了 他姓什么 没听我娘说 为什么不问问呢 怕碰到我娘伤心处 我爹可能死了 哼 告诉你 你娘有你 你是不该生的孩子 你爹忘恩负义 这些事 你去问问 你要成亲了 人家叫你 换生辰八字天 你连姓都没有 你还是男子汉 大丈夫吗 老师长 我从来没想过这些 这些事 你听谁说的 你娘的师父 我的师兄 哦 我知道了 他娘 也曾戴法修行过 在哪修行啊 在嵩山白云庵 是白云庵的 安主 苏家名叫江瑞云 梦生恍然大悟 怪不得我母亲 经常到庙里 一见着安主就哭 看着我把眼泪一擦 笑中带着凄惨 老文师 既然这样 我的身世不明 我问我娘去 哼 去吧 就这样 回家了 来到了家里 见她母亲 娘啊 有点事跟你说 哦 孩儿啊 啥事啊 娘我说你可别伤心呢 我不伤心 娘啊 今天我碰见林玉了 哎哟 这可好 林玉叫我回去 找没人提亲 她不嫌我们家穷 好啊 好事啊 你跟你师父说 你师父要是同意 咱们就走 我师父 都没说同意不同意 不过我都要成亲了 娘我得知道知道 我姓什么呢 我爹叫什么呢 当时梦生的妈呀 眼泪就下来了 怎么跟孩子说呀 心想 我难以其耻 怎么说的 跟孩子说 我当初 你父亲 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女的叫白玉珠 代法修行 她为什么代法修行 还为了躲婚 其实有钱家里 大家闺秀 就住在燕门关夏白水村 父母啊 就给她找了一个丈夫 比她大十岁 她不干 人都说红颜多薄命 我就不服气 我非跟命赠不可 为躲婚 离家出走 带点钱 穿上衣服 背个小包走了 等到外边 才知道女人出去 世事难呢 到哪去 有那些坏小子 围上挑逗 有那些女的 就直手画脚 说她不是好人 钱花光了 衣服也破烂 没办法 这才跑白云安 要出家 白云安安主一看 这姑娘 是有钱家的孩子 只是落难了 得了 你在这吧 你带法修行 将来你们家来人 再把你领走 就把她留到这了 唯独她 哎 满头青丝 喝几个小尼姑啊 挑水呀 做饭呀 种菜呀 就这么跑跑答答的 就离这座庙不太远 松山玉珠峰隐仙洞 老隐氏欧阳春风 有个宝贝徒弟 此人姓文 叫文元光 当时才二十岁 文元光这个小子呢 长得也漂亮 人也聪明 学得也挺好 有一天下山呢 跟着小师兄采药 就听河边叽叽喳喳 像燕子一样 燕雨英声 女人说笑 牛头一看 一堆 小尼姑 其中有个女的 长得不但漂亮 一头青丝 哎呦 她就看直眼了 她呀撒了个谎 把师兄打发走 就暗中看着 一打听才知道 这个代法修行者 白玉珠 就在白云庵 等到晚上 悄悄就潜入庙内 当白玉珠出去 方便的时候 就被她一把搂住 堵上嘴 夹到庙外 给煎污了 然后又把她送回来 白玉珠回来 这个哭 我就不想活了 师父问她 你怎么了 最后说了 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 师父 我是躲昏出来 想不到 又被那畜生 给沾污了 我不活了 别死 是谁 我认识 这个人就是 隐闲洞玉珠风的 杨 这 安主可不干了 是那个老东西 我师哥 手下的人 走得你找去 我不去 他俩人看着 你别死 我找去 就这样 他就去找 欧阳春风 这俩是亲师兄弟 到哪 这通闹啊 就问是谁干的事 谁干的事 很快 欧阳春风一查 就查到了 文元光 文元光那天晚上 没回来 把文元光绑上 压到了 是白玉珠眼前 干嘛呢 要把他制裁 一掌打到天灵盖 给他打死 此时你 文元光 磕头如鸡千碎米 白姑娘啊 我太对不起你了 老安主啊 老师父啊 是我一时糊涂 你饶了我吧 他磕头哭 安主啊 心软了 能容忍且容忍啊 想当初我不就因为 错过时机 成了尼姑了 现在都老了 说啥都没有用了 我这师兄 就在山上守着 又有什么用 隔了几道山梁 遥遥相望 直到如今这脸皮 死不结去不结如此嘛 要把这个 文元光杀了 白玉珠怎么办 他也这样 何算他也得出家 要不就死 得了算了吧 告诉欧阳春风 师兄啊 你等会儿 来来 文元光 你过来过来过来 文元光 跪着 趴在眼前 文元光 你喜欢白玉珠 我喜欢呢 你确实从心所爱 要我能干这个事吗 我错了 那这么的行不行 把他寻给你为妻 你乐意不乐意 我当然乐意了 要这么说 你把他拧走 行行行行 那我就不要他了 你也不能在山上学艺了 哎呀 老人家 只要成全我 我认可不学了 好 我成全你 不过你一定 对白玉珠好 倘若你 对白玉珠有半个不字 小心我就要你命 你放心吧 你们男的呀 都绝情 不不不我不认人 如果我要是把玉珠给忘了 叫我不得好死 叫我乱见村山 叫我乱认分尸 嗯 弥陀佛 好吧 他找的师兄 欧阳春风 师兄啊 我给说个情吧 不管怎么的 他们俩生米做成熟饭 已经成为夫妻 再说了 都是年轻人 碰到一起 有的事这么地吧 啊 你找找他 放他一走 叫他俩去吧 就这样 欧阳春风同意了 蒋文元光 住出师门 哪知道文元光 来到了白云安 他可不想再要白玉珠了 我带这么累子干嘛呀 我走吧 哪知道文元光 是离业 留情种 嗯